大家看到智慧音箱应用趋势 未来将越来越通过语音控制来担任家庭总管 同时使用者也能透过手机来远端遥控 着重安全隐私问题的苹果就推出智慧家庭平台 HomeKit带动周边商机 台厂也看中了未来需求 拿下Apple MFI制造厂 并通过苹果HomeKit认证商品上市资格开发相关应用 准备好迎接新趋势的到来 Hey Siri Go Home 总说的家里的情境就会跟着改变 如果想要做细微的调整 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像是这个灯光的亮度或是风扇的开关 都能一直搞定 在智慧家居的产品设备这一部分 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可以简单操作的 它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实际住行相影响 所以相对它可以带动这些Home device的 那个设备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看准智慧家居未来需求 台湾连接原件大厂投资电子产品生产 旗下子公司专进Apple周边产品研发 拿下Apple MFI制造厂 并通过苹果HomeKit认证商品上市资格 从开发设计生产制造 都是一条龙完成 能克制研发及代工生产 而自创品牌的智慧灯具及插座 都能与Apple HomeKit HomePod串联 让生活更便利 对一般那个消费者来讲 其实他家变不进来所有人都是拿iPhone 他可能拿安卓 Google的手机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跨平台使用的系统 就是说消费者他只要买我们的产品 他可以用iPhone或者说安卓 Google的手机 或者将来跟那个亚马逊的智慧音箱 可以相容 可以共用 未来智慧音箱担任家庭总管趋势明显 预估2022年全球智慧音箱销售金额 达95亿美元 业者表示化平台系统预计下半年完成 通过苹果认证WiFi模组及相关产品 都是研发目标 我们希望在成品这一段每年 大概会有两到四个机种产品 陆陆续研发生产 尤其像家电的这些大厂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跟他合作的机会 苹果红帕英文版今年2月开放预购 预料中文版将掀起另一波抢购潮 台长叙事待发 准备迎接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导